为众生的依靠者 医护者 救护主 上个月大家伴与佛 念下来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三界皆苦 无能安知 所以各位 三界皆苦 就是靠我们能够解决三界轮回的苦 为这个而来发心 念经啊 修行啊 轮回啊 但是也为了要帮助众生苦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我们要福慧圆满 我们要 所以为了要福慧圆满 所以各位不要光拜一尊佛 要拜所有的佛 各位不要光度一种众生 要度所有的众生 都跟他结缘 今天你点一盏灯 要把这一盏灯的功德 布施给 所有的众生 头上都有一盏佛灯 消他的业障 透过这盏灯 他都看到极乐世界 那这一盏灯也不是一盏灯供养一尊佛 而是 所谓一己一切 一己一切 我们叫知一全解 你拜一尊要师佛 所以所有的佛都变成要师佛的形象 来圆满你要师佛的功德 所以你家里可以摆很多佛像 但是你现在在念大悲众 所有的佛菩萨都变成千手观音 那无量无边的千手观音的力量 一定可以加持 无量无边的六道友情 随时保持在这种状态 这个就是一种快速累积资量 快速修业这样的方法 所以各位你念阿弥陀佛 美国有四亿人 所以我一句阿弥陀佛 是要供养四亿人的 然后四亿人又有无量无边的友情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变成无量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 没有一个法门是特别高的 或是比较低的动机 动机就是发心决定一切 所谓发心就是把以前我们那个 渺小的自私的心扩大为无量的心 扩大关心别人 你对我不好那是我宵夜 我对你好那是我应该的 像各位有夫妻关系 那这一点最好修行 因为我结婚七年 非常好修行 有人在找你麻烦 有人对你好 有人对你不好 但是你要从这个关系里面去修行 那如果你已经没婚姻了 那你福报太大了 你要赶快更精进修行 能出家就出家 能精进就精进 但是无论如何 借着因缘修行 像我曾经有儿子 我曾经有太太 我曾经有事业 我曾经非常富有 我也曾经非常可怜 读书了 我好赌 有没有我都都尝过了 后来我就有一点体悟 释迦牟尼佛说了 要成为一个佛陀 要尝尽所有众生的痛苦 你要有这个经验 地狱怎么苦的 饿鬼怎么苦的 狗被杀的苦 得癌症的苦 你都必须尝受过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佛陀 所以佛陀必须利用三大阿神奇劫 实践那种奉献利他的波罗蜜 所以我想各位做过苦 感受苦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要观修别人的苦 所以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想你的儿子现在在加护病房 你很急 很急 那我们现在要把每个人的事情都很急 所以佛教也事实上这种思想 我们要把它现代化 现代化 就是我们不能站在自私的角度 我们要站在一个别人的角度 别人的立场 当然各位在纽约很容易去看到 西班牙人什么特性啊 福州人什么特性啊 台湾人什么特性 我都在研究 因为因了解而产生慈悲 了解如果你没有一个动机 是个悲心 你就会产生批评 我师父说了 来 你讲 蛇喝水便毒 动机很重要啊 今天各位读佛经 如果你读了几本佛经或佛书 如果你的动机不是一个平等 难忍的大悲心 你很容易说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这个对 那个错 然后你就会批评 所以我在佛学院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 哦 我受不了了 那个说阿含对 那个说那个对 哇 我这个怎么修呢 这个很难 碰到居士都没这个问题 居士都说 你们通通对 因为你出家了嘛 出了家以后 反而那个对 那个不对 我发觉这样不行 哦 领口我去监狱 我什么事都没有 到监狱去 一句阿弥陀佛就通吃了 师父你念我们念佛 我第一次在监狱 有一次碰到一堆 在台北看所所 他们那次就是死刑犯 他们要共修 那有一位法师刚好生病 然后我去那边本来不是要到那边的 他们就请我去 然后今天那个法师就带他们念大悲咒 大悲咒 然后我就说这个大悲咒 完蛋了 不太会背啊 这样 因为我们在慧日讲堂不能持咒的 就说完蛋了 不太会背啊 这样 然后我就拿着来看 然后就开始念大悲咒 那么很难的 然后就跟他们撒劲 后来发觉撒劲不是这样 这样甩两下就算了 玫瑰的跪在那边 那地板是水泥的 一定要撒在他身上 后来我问了为什么 师父你们不知道啊 他们是死刑犯 死刑犯最怕 所以他希望你大悲咒要撒在他身上 不撒身上不行 我那时候才知道 哇大悲咒真管用啊 对这些死刑犯大悲咒太重要了 撒在他这个身体 可以消除他的身体的业障 万一要枪壁比较没痛一点 因为先前的法师这么说的 对不对 他们很有信心 我看到这个觉得 我不敢再讲 我以前都会觉得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因为他喜欢念大悲咒 他喜欢念阿弥陀佛 我到花莲监狱那些死刑犯 他们是跪着念地藏经 他喜欢念地藏经 各位立他的角度很重要 千万不要随便去改变别人的思想 我们必须站在对方的思想 再从思想 本来的思想里面 去找到里面的精髓就好 死刑犯也有佛性 黑人也有佛性 黄人也有佛性 佛徒说你必须利用世间的方便 从世间找到究竟 各位 德埃政能不能开悟 做总统能不能开悟 都可以的 你必须从世间的相对里面找到一个究竟 而不是说去讲他那个错 就像有一次我去欧洲的天主教堂 他们要念经我也进去 他说你们来干嘛 我也来做弥撒 我们是要来跟圣母玛利亚 然后信徒跟我进去 他们念我们念大悲众 我们念得很认真 然后他们管理人一看 还很认真 我一点都没有看不起他们 因为圣母玛利亚就观想神观音菩萨的化身 这些坐在前面都愿意得到他们的救赎 然后我们的功德力回向 所以我在做弥撒的时候 我比他们还认真呢 然后以后去就方便了 因为对方喜欢你 你有一个虔诚的脸很重要 佛法是超越肤色的 超越民主的 所以各位最好你忘了你是华人 你就成功了 因为你要融入美国的社会 你要融入 我是人你是狗 那不行了 你那一边就是我那一边 没有我只有你 我活的是为着你 再讲这句话有点弄吧 我活的是为了你 干嘛爸说的 我的轮回是为了你 只要你在我就会来 好感动 只要你在轮回 我就必须来 阿弥陀佛都讲过这句话 莲花生大师也讲过这句话 只要把你的心交给我 我照顾你圆满的生命 我照顾你圆满的生命 把心交给三宝 归命三宝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生命最大的敌人是我 我吃 所以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个医子的对象 不敢再用自己的分别心来做事的 那个是修行路道的方法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点 在你生命最痛苦的 有一个点你抓住 而且这个点能够解脱你生死的 不凡你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干嘛八千罗 你念洗澄老法师 随便你念 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 你绝对知道我抓这个点没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我曾经碰过一个年轻得癌症的出家人到我们台湾 后来他二十六岁就得癌症 然后他就慢慢死亡 但是他很平静 因为他一直说 我的师父会帮我 所以他就意念了他的师父 然后到安详往生 这种力量很大 我也见过我的一位师兄弟 他全身得癌症 扩散 骨癌 骨癌 然后他都不看西医的 他有他的坚持 我也不敢讲西医对西医错 一直到他死亡 那他死亡的时候他眼睛开着 他说他看到阿弥陀佛 我替他高兴 因为他坚持 他认为阿弥陀佛会来带他 会帮助他 死亡没关系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坚持的在放生 是因为他交代我的 海涛师兄弟 我就是喜欢放生 我这些钱信徒给我 我交给你 你还是要帮着我做完这些事情 后来他交代我 只好我去做了 我去做 我才感受到那一份的慈悲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些 那些要被杀的误命 然后回到水里面的那种伐喜 然后再看看那些老菩萨的 那个脸各个都像菩萨一样的欢喜 所以多美的时候啊 多庄严 那时候我就忏悔了 哎呀我错了 我过去用我的学问思想 学术卡住了我的背心啊 我从来没有去想到 那个放生人的法喜 那些受救的快乐 所以以前台湾有一阵子在批评放鸟啊一大堆 然后我也跟信徒说 哎呀不要去订 千万不要去订啊 随缘随缘就好了 那我要去写一篇文章 放生的 我就找了很多经典 既然社会在批评 当我在写的时候 突然外面都是鸟的声音 一打开窗户 哇各种一对一对不一样的鸟 我想我在做梦啊 怎么可能 后来我在想 因为我在写如何救这些 因为很多人都不要 他们都被抓了 然后 因为台湾那时候说 放生的鸟啊 你千万不要买 因为他们有写个放生鸟 这样子 然后电视新闻说 你们千万不要买 信徒对 不要买他们就不会被抓 我在一直想 也对也错呢 你不要买那些鸟 不是通通饿死的吗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必须去思考 一思考 产生了这个瑞想 哇 这么多不一样的鸟 一对一对的 在我们呢 窗户旁边在那边飞 我就跟那些鸟说 好 我要朝正面思考 这样 所以后来我还是会救 我告诉信徒说 如果他被抓到了 你还是要救 因为他要被关了 但是你 你救的功德呢 你要回向给那个 抓鸟的人 卖鸟的人 而且呢 你要去对他好 给他劝稿 我送他礼物 说我祝你找发财 转别的行业 慈悲不能只 慈悲这边 不慈悲这边 就像各位 你去海边放生 有人在那边钓鱼 我们的菩萨 不要钓鱼啊 笑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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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骂人 我跟菩萨说 你不能骂人 钓鱼是国民权利 他又没犯法 只是 他无名嘛 他无名你要对他慈悲嘛 我只要知道人跌鱼 我都会声嘟 哈啰 她都会哀笑 免得看到我 乖乖的 哈啰 ims气 然后就在后面 噜嘘嘟嘟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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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就是 希望他 不要钓到啊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我会在他旁边 对了吗 对了吗 我对他很好 然后送他东西 不好意思 他就收一收 等你们放完我们才掉 但是如果你骂他 那你没度他 你度鱼怎么没度人呢 所以各位我想 平等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最难就是这个 最难就是平等 我们很容易抓住这个对象 而不管这个 看到大型的动物很喜欢 看到小型的不喜欢 看到有钱的眼睛就睁大 看到爱人献殷勤 对不对 看到讨厌的男人不理你 因为我们有分别心 佛教我们修慈悲喜舍 舍就是平等 无分别 这个是最难 但是你没有做到这个 你就没办法大慈大悲 你只是有缘慈而已 爱见慈 就是你有执着的才要去对他好 所以佛要我们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各位比如说 所谓的慈悲不是去哪里找 就在你生活的周围的一切对象 都是你慈悲的对象 今天各位住在山里面 有鸟 有蟲 有蚂蚁 有蝴蝶 蝴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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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好可怜啊 所以你要为他念佛 所以我们受菩萨界都会发愿 每次看到动物都会念 来 如等众生 法菩提心 守三归十戒 你一定要跟他讲 你不讲 就是舍弃众生 大乘佛教里面 一个人要成佛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 来 观一切法必尽空 这就一定要念习 第二 不舍有情大悲心 你不能舍弃对吧 跟你坐同车的 坐你左右的 被你看到的 电视看到的 报纸看到的 你都必须对他一个 阿弥陀佛 一个慈悲 但是你要观 但是虽然你慈悲 你却要观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 无自性的 空性 都是如幻如画的 现在这边是假的 我们坐在这边 也是都是暂时的 所以你必须要观一切法 必尽空 要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养成那个习惯 你就没有什么 痛苦跟快乐 为什么 假的 暂时的 虚幻的 它只是一个影响你 今天你看到一个 很美很帅的 很性感的 它会给你一个起心动念 但是它是虚幻的 因为你有一个分别心 所以你必须倔助这个境界 修行 由于空性来超越 所以叫金刚波罗 全宇宙最力量最强的 叫金刚智慧 波罗蜜多 你就可以超越一切 你也可以圆满一切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 但是我们讲空不能够离开 大悲心 刚刚讲的 对人要慈悲 对环保要重视 对鱼也要慈悲 对虾子也要慈悲 台湾说 很多信说 师父你千万不要放蛇 我说晚上蛇都会找你 蛇被抓要被杀很可怜的吗 怎么救它 可以 但是不能嘴巴说 你不要放蛇 没有 这句话不能讲 因为你讲 你就是对蛇不慈悲 不行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怎么救蛇 所以我就一直祈祷观音菩萨 一直回向 哇 回向到不错了 台湾的保育组织跟政府 然后他们就找我 你这个放生集团的 然后呢 现在政府有一个计划 所有的蛇一年要救五千只 你们不要乱放好不好 太好了 政府提供土地 然后我们帮蛇钻一个洞 然后里面有一个 它可以住的 然后就不离开那个地方 一个洞三百块台币 政府就问我 钱你出好不好 太好了 我信徒可喜欢啊 蛇有地方住 有专人照顾它 那些要被抓的 那些要被杀的 一年五千只 我在想说 天哪 我一年就没放过五百只 你居然要救五千只 所以 当然要救啊 但是 但是你随便放蛇 是不对的 对不对 干脆放一只老虎进你家 所以你要找适当的地方 但是因缘会成熟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说 不要放蛇 这句话不能讲 因为你就舍弃众生 所以大乘的戒律 不得舍弃众生 舍弃一个众生 就舍弃菩萨戒 就破菩提心 全世界有十亿人 你度了九亿九千 有一个人你不想度 那你就破菩萨戒 不行 所以各位你要从内心里面 我爱每一个人 我一定要关心他 路边的人 像各位在纽约 可以看到晚上很多流浪汉 什么 你要 你要为他念佛 你能够做的 愿修一切善 你要给他一点面包 你不能嫌他脏 你还真的做不到 阿弥陀佛 那么多保如来 希望他有钱 你要有一个念头 报纸 所有的事件 好的坏的 你要有一个念头 有一个念头 报纸是虚幻的 影像是虚幻的 但是你必须对报纸的这个事件 生起一个悲心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菲律宾传难 尼泊尔地震 台湾巴仙乐园事件 世界各地 车祸死亡 离苦得乐 各位要把这个影像 做到你面前来 然后呢 我再为你修行 我再为你诵经 这个叫不舍 不舍有情 那在不舍的时候 我们又知道 这些都是如幻如化的 法法平等 一切法必尽空 无有上下 这是我们是借一个方便 借由这个佛号 西方极的世界 本体也是空性的 但是不能讲空就没有极乐世界 这一点要记住 极乐世界是释迦摩 是奥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的方便 它是一个源起的存在 它的本体也是空性的 但借由这个极乐世界的方便 我们可以成就空性不退转 借由念奥弥陀佛往生的方便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曾经人家听到说万法唯心造 所以没有极乐世界 哇 那也没地域 那就从不都没有了 虽然万法皆空 但是夜暴存在 色补一空 色即是空 你要找空 不能够离开相对的存在 只是相对的存在 一切都是虚幻幻化的 所以你要与这样子空性 去超越这个相对的存在 无言而彼舍生 有无色身相为处罚 但是对于相对的存在 我们明明是空 它却有一个执着 所以我们要生起大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一种 我为了让我的念头 没有忘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 要我的念头 不离开阿弥陀佛的悲愿 应该讲菩提心 念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念大悲心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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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心你 我关心你 我希望你离苦 甚至你各位要 要修道 背下来 自他交换 所谓自他交换是 透过呼吸 你的所有的痛苦业障 都在我身上吸进来 透过呼 把我所修的一切快乐 上给功德 在你身上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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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很好 因为你能把对方的苦吸进来 你才能够消除我子 因为我们怕死 所以不失度欠贪 你透过这样子的吸收 就可以把你的我子 贪成痴消除掉了 然后透过呼出去的善业功德 回向给对方 你也跟对方结了一个缘 所以你呼吸就在 悲至双云 小我子 生起大悲 那呼吸是如此的 我想 只要活着 做什么事情 透过开车 透过做什么事情 都是在这个状态 这个叫保持正念 所以 生活的禅修很重要 甚至大宝法王上回 在美国讲了这个 他说 他有一天出来绕塔 他在想 哎呀 能够 能够呼吸 太美妙了 哇 这个呼吸 就跟世界连结在一起了 哇 空气太伟大了 它当下发起充满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痛苦了 就是 比如说各位走在路边 我们到美国来 哇 这个草好漂亮 花好漂亮 欣赏那些花草树 很美啊 这几天我们去住 我们树菩萨的长岛 我们住几天就爱上了 哦 好 哦 但是一直想 没有这些树 这个房子就不好看 没有这个草皮 也不行 没有这个阳光 也不行 一切都互相依靠的 如果我们这边干净 隔壁不干净 那也不好 所以每一户都干净 每一户都好看 所以我内心就会感受到 息息相关 一切重要 我们就在那边刮风马旗 那个绿色的草地 生起了白色的烟 像印第安人放烟 哇 太好了 以这个来供养诸佛 山神 树神 土地 龙神 孤魂野鬼 这样啊 我在想我们走了 他们一定在那边哭啊 哎呀 你们什么时候又再来哦 有的吃哦 有佛法 所以各位 因为不管哪怕只有一天 都要在那边结善缘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所以像我这个流浪人 我跟各位感想不一样 等一下讲完 我俩没有明天哦 所以我要把握当下 继续努力啊 而且我想这一次一定有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我 我看到你 这叫百千万劫难遭遇哦 各位妈妈 终于碰到了 碰到了 我们 我们能做什么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供养你的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能够供养 就像各位的钱 钱一直留给下一代 还不如赶快把钱供养 洗澄澄老 要盖妙觉商户博士 所以我今天也带来一万块美金 我们要